听过红包场 观众看了表演 喜欢的话就用红包来打赏 那么现在红包场很少了啦 不过就出现网路版的红包场 我们带你来看 年轻美美对着视频镜头唱歌 还有辅助手势比个爱心 镜头透过网路 可是台海两岸同步收看 视频上开聊天室主持 线上直播互动 使出浑身解数吸引粉丝 有人秀才艺 有人卖萌 有人耍幽默 卖扣财 粉丝开心了 跟网站平台购买礼物赠送 这就是他们的收入 有多少人关注 人气旺不旺 线上同步可以看到 网路平台创造了实际舞台之外 另一个表演空间 赚的是粉丝送礼物打赏 这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现场live的红包厂 那我们是透过网路的平台 然后把这样子的东西在最平凡 甚至在手机上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秀的一个表演 真的是小型红包厂 红牌月入新台币十几万 粉丝送虚拟礼物再换现金 礼物0.1到19.9块人民币都有 总公司在中国大陆 台湾网路业者看好商机加入平台经营 不过主持人得特别注意和粉丝的互动 你们是要追求者吗 肯定有啊 有 一定有的啊 获得你的青睐的那种 对 就会想要认识啊 然后就像留FBR或是QQ这样子 就怕视频变质 平台禁止色情 低胸露骨的衣着不行 谈论政治也不行 现场直播 大陆公安台湾警方也可以监看 业者说他们原本办活动 容易因为花风下雨受到影响 现在透过网路另辟表演舞台 用宅方法拼经纪 东西新闻魏宏青在南投采访报道